爱森奈球员 爱森奈球员 飞飞19评分一烂 这款作品 令爱森奈球员的评分 有点惨不忍睹的意思 最高分是奥巴梅扬的87分 恶奇尔86分 穆希塔良和本赛季 没有获得机会的莱洛是84分 拉卡我记得前几天总评还是85 和帕帕也是84分 扎卡81分 莫雷亚尔80分 新元托雷拉才78种评 古恩多茨更惨 只有67分 小匠若维是60分 飞飞19前50名球员 评分里面貌似没有阿森奈球员 奥巴梅扬 晒出了自己的那颗定制战靴 以纪念自己的150球里成飞 希望奥巴梅扬继续加油 在阿森奈尼尽快突破职业生涯 二半球大关 曾经同时效力于洛里昂的两名球员阿利亚迪雷和古恩多茨最近在阿森奈血练营赛次重逢 阿利亚迪雷最近还代表阿森奈出战了一场传奇赐赛赛 他和古恩多茨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当年两人同时效力于洛里昂 并且阿利亚迪雷大利劝说古恩多茨加蒙阿森奈 说到古豆子 还有个消息 伦敦足球的消息 摩洛哥主帅雷纳德 本周将飞往伦多和古恩多茨展开会谈 意图说服这名阿森奈中场放弃法国 转而代表摩洛哥国家队出战 由于自己父亲的原因 古恩多茨有资格代表摩洛哥出战比赛 这名小将曾代表法国青年队参加比赛 但他依然可以为摩洛哥出战 因为球员尚未代表法国成年队友过出场 摩洛哥族写词 前也曾游出古恩多茨 但并没有成功 目前也不知道古恩多茨的态度 不过从他过往的言语来看 小伙子似乎对法国更有归属感 他小时候是看着法国球星的比赛长大的 而且前几天接受采访 还说为法国效力是他的梦想 不过说真的 法国这人才紧喷 力度这几年太大了 前中后场都不缺人 古恩多茨能否有机会代表法国出战争的难讲啊 但如果选择摩洛哥 那基本上此生也就很难在国家队夺得大赛荣誉了 虽然摩洛哥这几年崛起势头也不错 看他自己的决定吧 阿森内官网今天更新摩洛球队的商情 奈尔斯因并缺席了客栈加迪夫城的比赛 现已恢复完整训练 科拉西纳茨 左膝受伤 恢复状况良好 现在球员预计会在10月初恢复训练 比最初预计的时间提前了 奈尔斯 左肥骨轻微骨折 球员恢复良好 现在预计将在10月初恢复训练 之前预计是11月恢复训练 詹金森 又讲怀言中有伤 预计10月或者11月恢复训练 科斯切尔尼 跟界恢复中 已经开始户外训练 预计将在11月恢复完整训练 括号里的内容不是我家的 是官网家的 也就是说伊沃比问题不大了 而好消息是科拉西纳茨和奈尔斯 都可能会比预期更早的付出 对伊这次立功了 但愿两人能尽快回来 K6这个伤势不能操之过急 而且他养伤的时间较长 回复期也就长 下面来看今天新闻发布会的一些消息 今天的在前新闻发布会 艾美里表示他希望球队能训练蒙雷亚尔 艾美里表示 首先 我从蒙雷亚尔在西班牙效力 于奥萨苏纳和马拉加时期 就对他有了解了 在艾森那度过了六年后 我来到了这里 并且认识到了一个新的蒙雷亚尔 在两周 两个月后以及现在 我可以说非常开心拥有蒙雷亚尔 因为他已经32岁 但是在身体上 比赛中的表现上 都保持了很高的水平 剩下的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我认为球队需要和蒙雷亚尔达成续约 然后让他留队 所以在蒙雷亚尔自己承认在和球队谈续约之后 艾美里也公开进行了表态 个人认为蒙雷的续约应该问题不大 双方都有意向达成协议 最近有传闻说 阿克萨想免接蒙雷亚尔 但目前看球员续约的可能更大 艾美里也被问到了 贾奇迪斯的未来问题 他表示 首先 我和他的每一次谈话 都是关于我们的球队的 关于我们在这每天的工作的 我不知道关于贾奇迪斯的其他消息 记者后来又追问了 但艾美里的说词一样 他不知道贾奇迪斯的未来 并表示这个问题应该是问当事人 贾奇迪斯的问题 我们下面专门说 其实新闻发布会还有几个消息 比如艾美里谈到了他和鄂切尔的关系 他表示两人之间的关系很好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此外还有拉卡泽策和奥巴 没人的共存问题 艾美里表示他还在观察 尝试 总之没有太值得关注的焦点 不少阿森的球迷同时关注了球队U21 最近对好文水的比赛 而他们的关注对象无独有偶的集中在了希望之星洛伟身上 年轻的枪手们最近前往科场完成了圈的吹队 被小组发费一场比赛 而洛伟在第四分钟就帮助球队打开了僵局 只见当时这名小将在右翼突破防线 然后小角度低射得手 几分钟之后其实差点没开二度 这名刚刚年满18岁的新星在枪手轻薰营中评价极高 并且七月份才和阿森纳签下了一份长期合同 这样的表现显然让枪迷们激动不已 很多人迅速在网上发推表示 这孩子是一颗软软升起的希望之星啊 下一个得不劳难稳了 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在一线队看到洛伟了 当然除了洛伟 其他阿森纳小将的发挥也可圈可点 跟凯迪亚在下半场帮助枪手建立了两球领先优势 而维尔洛克则打进了第三球锁定胜局 洛伟刚刚在青年队又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演出 说实话他这样有天赋的小将 应该经常到一线队训练下 甚至在备赛上锻炼 跟凯迪亚和维尔洛克 其实也可以考虑像内尔森那样爱足锻炼 毕竟他们的水平在青年队已经有点浪费了 但因为何求你且悟捧杀新秀 这个我们已经看过太多了 每日星报消息 切尔西和阿森纳筍 前书购法国超新星 穆巴佩的尝试只没有成功 球员在海瑟尸体 就是因超双秀感兴趣的目标 众所周知 前阿森纳主帅温格曾亲自前往巴黎 试图说服穆巴佩和他的家人 搬往北伦多尔 不过事实上 切尔西才是最先对法国小将 采取行动的球队 居西兰军曾接通的罗巴 一起试图说服年轻的穆巴佩 前往斯坦福敲视讯 但最终没有成功 温格和姆巴佩的意识 大家已经了解了很多了 这里就一笔带过 以后姆巴佩估计也不会和 埃瑟尔有交集的了 还是专注于当下 看看贾奇迪斯 最近冒得风风雨雨的问题吧 未报意大利天空体育 以及迪玛吉奥团队 记者FR昨天专门表示 米兰希望贾奇迪斯能离开埃瑟纳 前往圣西罗担任他们的CEO 报道着 贾奇迪斯是米兰高层目前的第一目标 双方目前的谈判进展十分积极 而红黑军团相信他们已经接近和贾奇迪斯达成协议 尽管阿森纳将努力说服他们的CEO流队 关于米兰和贾奇迪斯的传闻 近日又再度出现 且看起来可能性越来越大 今天的报道就不少 米兰体育报消息 米兰对挖角阿森纳CEO贾奇迪斯越来越有信心 目前红黑军团将惯了追求的步伐 并且已屈服于贾奇迪斯的心事要求 根据一枚本周的报道 米兰看起来一度叫停 那对贾奇迪斯的追求 他们对相关谈判的进度感到失望 不过现在来看 红黑军团已经再次回到谈判中 因为他们相信贾奇迪斯 正是那个可以帮助球队的财政重回正伪的人 米兰最近几年的财政状况 在中国商人李永红的运作下摇摇于这民体原话 而这也导致这家一脚豪门最终落入了拉利尔特 红丝之手 红黑军团一度曾被禁止参加今年的欧战 但体育中猜罢丁 最终不回了欧族联的惩罚 米兰也顺利的拿到了新赛季参加欧原委的机会 这家一枚补充表示 埃森纳老板克隆克希望能留住他们的CEO贾奇迪斯 意大利天空体育也有报道 意大利天空体育的消息 米兰已经重启了和埃森纳CEO贾奇迪斯的谈判 报道指出 上周贾奇迪斯前往米兰供职的相关谈判 看起来一度因为南非人的鲜水要求而种植 米兰认为挖脚54岁的贾奇迪斯所付出的代价太高了 不过据悉为了最终达成协议 现在相关谈判已经再次开启 SO24O的消息则表示 加奇迪斯目前正在伦多和埃利奥特公司的律师在一起 双方已经就公司问题达成协议 只剩一些合同期间需要敲定 独林体育报也有报道 根据独林体育报的消息 埃森纳中场拉姆赛是米兰感兴趣的目标 米兰将加奇迪斯的加盟 是为之比交易的关键因素 拉姆赛与阿森奈的合同明年到期 而米兰体育总监莱昂纳多以及高管马尔滴尼 希望他们和加奇迪斯之间的密切关系 可以帮助谈判签下这名27岁的中场 综合来说下吧 目前看加奇迪斯和米兰之间的谈判比较积极 最新的说法是公司问题已经谈妥了 那么剩下的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但目前的报道主要都是移民的消息 还需要继续观察 都在主流媒体 所有的消息远几乎都说阿森奈和克伦克希望挽留加奇迪斯 但仅仅希望是不够的 你总得做点什么 啥都不做 光用嘴流是不行的 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加奇迪斯非常值得挽留 而是这几年阿森奈一贯的风格都是这样 留球员的时候也是这样 至于拉姆赛 我反倒认为他不太可能和加奇迪斯一起加盟米兰 首先米兰的处境和阿森奈现在是半斤八两 拉姆赛做这个改变意义不大 再者拉姆赛做要的工资 一甲球队更难承担 目前看还是加奇迪斯 自己加盟米兰的可能更大